好我來講一下怎麼樣壓這個字膜怎麼去對中 這個 你看這邊的字 他其實 除了像大寫這個比較在中間之外其他小寫是比較 中間偏下 所以我們到時候放的時候 並不能夠說 把那個 這個夾具啊整個剛好對對齊這個皮的中間 不能這樣因為你如果這樣對的話 壓出來的字啊會在 中間然後稍微偏 偏下面一點點 所以 看這樣子 他是偏下嗎 偏下的話我們如果說這個中間有個孔對準 這邊的中間 然後你在他的 對齊他的中間之後 剛剛字說 剛剛是說字是偏下所以我們現在稍微要往字要稍微往上 然後那個夾具跟皮的 那個 那個直線要成那個平行 然後我們把把這個 應該要先放這個 這一塊切割點 他皮 他現在夾具是在 皮的靠近上方下面的空白的部分會比較多 然後 然後我們把他 擺到 正下方 這樣看 這樣 就是他那個 夾具上面會有一個孔 螺絲孔然後就對準這個手壓台下面那個 那一個圓圓的頭 正中間 那我們壓之前我們看 橫的這邊有切齊了 這邊稍微再調一下 然後再來我們要看一下 那個 哇這樣找不到 我把它拉過來一點點 我們 我們在壓之前啊我們可能稍微 稍微往 哇 這邊這樣看得到 你看那個這個 立面 他其實他的製膜還是有點偏下 所以還是要再往上面一點點 所以這個還是要再往 往上一點點 看到嗎 你看他有一點 剛調的時候盆有點走掉 所以我們盡量這邊往這裡 往左邊挪一下 這樣下面這邊空白的部分會比較多 反正就是你要壓之前 你要再看一下橫切面 OK這樣就有對到中間 有沒有 好對到中間之後 這邊壓的地方也有對準中間 然後呢 就這樣 用力的 往下壓 看一下成果 OK OK這樣就算對到中間 很正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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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